- 潛層感应进行中,原本状况平静的小毛开始与零件有了强烈的接触 - 怎么办,没有人手了 - 他的肤色,他肤色变红棕色的 - 他的肤色怎么变这样子 - 整个人有一个奇妙的动作在他身上展现 - 然后呢,现在站车在他身上做一些大概要嫁妇他的动作 - 似乎执意没有药,在他身上肤停留了 - 站车 - 小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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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烈而失去控制的感应,仿佛遭受极大的痛苦 - 在站车协助他放松身体状态时,平楼却满脸怒气地逼近了 - 那个,我们这边呢,这边平楼也有走过来了 - 整个筋纹是盖在身上 - 整个筋纹是盖在身上 -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是帝王菩萨本愿筋 - 盖在这个角吗 - 盖在这个角吗 - 它有一些很用力的这个... - 盖在这个角备里面想要 Environmental - 它很烫,身体好烫喔 - 我セ - 这边的手 - 碗 加油 小毛 满身的经文 小毛发出的哀嚎声 令人寒毛直立 这次战车与屏龙 似乎再动很有默契地 处理了小毛棘手的情况 我被师兄指示 可以靠近这个小毛太近 所以我现在站这么远 好了吗 小毛 小毛 你们看经文 整片经文 贴在小毛身上的经文 那一块已经湿掉了 可见他这样 身上不知道是有多少汗 而且我站这么远来介绍 是有原因的 那个射箱 就我不可以靠太近 所以我现在不敢靠近他 他的手在干嘛 OK 他的手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有浮起来的现象吗 和刚才在 整个老师叫他 轻松站着的姿势 已经不一样了 小毛逐渐恢复意识后 灵动作用似乎转移了对象 但由于超胆观众 并不能清楚地告知我们 他们在当时感应到的 究竟是什么 我们只能透过老师的解读推测 感觉到亡灵有意图的逼近 亡灵 不行不行不行 有一个声音 有一个声音老师 远方有个呜呜呜的声音 为什么是这样子 身体是很轻轻柔柔的这样子 他偷了一大堆东西在走路 你看 丝毫不记忆还是一直在走 这样要报警 等一下他要去哪 他要去前面那堆东西那里 这边是 那个是人家别人的 哦是人家别人的是不是 他能来拿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想要闪过去了 他看着那个方向 就是火葬场大门的方向 来他等一下 来师兄 他要去哪 他要去哪 你可以说说话吗 跟我们说你要去哪里 我都能说的吗 有完整的 说出来我们可以帮你 你不喜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说什么 来 再帮我一道 你要帮你 他要回去吗 他要回去吗 来 他要回去吗 来 他要回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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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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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里面 你是躲在里面的人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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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 他的 他的目的是不是 你不能带走我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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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冤曲说出来 但你不能带走我们的观众 战车奇遇往前的意念十分强烈 真的是当地王林想借由他的身体透露讯息吗 但他过度反常的举动实在让人非常担忧 我天哪 叔叔 不要让他做感应 你先用这个 你用法器在他额头上感应 感应张 这个是老师的法器 叫我在额头上感应下去 对不起 好 先拿 可以拿下 师兄你可不可以带他出去 我觉得跟刚才战车的那个样子很伤 中断了感应的战车 目前是安全的 但与临界的潜层感应仍在作用 广告回来 现场将有更措手不及的状况发生 请千万锁定超胆特别气化 不要带走我们观众